大家好,我是李船长,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 今天是9月20号,明天就是中秋佳节了。 所以我在这里祝大家中秋快乐,团圆美满。 我现在是在台北,正在靠码头了,大家看到我们正在装卸货。 计划是明天下午17点我们离港,也就是说明天中秋节,晚上大家在烤肉或者和亲朋好友聚餐赏月的时候,我们在干什么呢? 我们是刚刚离开码头,应该是正在航行。 所以今年的中秋看起来应该是在忙碌中度过了。 我还想起去年,去年我是在哪儿度过的? 是在欧洲,在斯洛文尼亚,它有一个叫科佩尔的这么一个港口,在那儿过的,中秋。 这一晃都一年了,确实真快,又一个中秋了。 这个画面就是去年的拍的月亮,事物的月亮,也就是这样的,当时现场拍的。 我们再来看看今年的,是这样的。 这是我们在台北最昨天晚上拍的,在台北外面等候进港的时候拍的。 这个呢,让我想起来一首歌,叫《黎巴强的影子》。 这个歌词啊,是这么写的。 星星还是那颗星星,月亮还是那个月亮。 山也还是那座山呀,我呢,又上了一条船了。 这个就是歌词,当然了,最后一句啊,是我瞎编的啊,那不是人家的原词。 本来我说是给大家唱这一段的,结果自己练了两遍,一听啊,猴难听,就算了,甭献丑了。 这个高音也上不去,低音也下不来,中间呢,还跑调,这还唱什么呢,这。 我碰上好多船员啊,唱歌很好听的啊,这个,你想,比如说我们这条船,现在啊,谁唱的好? 小郭同学,小郭同学唱的是真好,人家那叫自带音箱啊,我这不行,我这能把青藏高原唱成四川盆地去,那这怎么唱这,对吧,这就不唱了。 刚才那首歌啊,就是《黎巴强的影子》,那首歌呢,它是一个电视剧的主题歌。 这个电视剧啊,它名字叫什么呢,叫《黎巴女人和狗》,看人家这名字起的啊,这挑衅呢,这是,是吧,想跟我们PK一下,是不是,黎巴,你看我们这黎巴,给大家看看我们这黎巴,看到吧,铁的,铁黎巴,比你那个木头的要结实多了,是不是。 那女人呢,女人也有啊,女船员啊,有好多朋友问我,她说这个船员有女性吗,当然有了,我就碰到过好多次,女三夫啊,女实习生,但是不是很常见,但是并不代表没有,是不是,女船员是有的。 那这个狗呢,狗你有没有呢,船上允许不允许养狗啊,大家想想看,哎,我跟你说啊,船上最不缺的就是这个,为什么呢,咱们拿高雄港来举例子啊,你说好了一波,对不对,这个波位移到那个波位,不行,它得让你开出去,在外面等,完了之后再进来, 反复折腾,而且呢,它还要选择在夜深人静,半夜时分,再比如说,台北港,台风一来,接饮水,都要接三次,大家这个可以看我往期的这个节目,那想想看吧,对吧,这几套组合拳打下来之后,那船上这二十几个船员,活生生的就给累成狗了,那现在船上防疫要求是非常严格的, 哎,大家要分餐吃,所以呢,明天晚上开出去,我们也没有办法举办聚会,或者是烧烤晚会,所以今年的这个中秋节啊,大概率只能在房间自己度过了,不过也不错哈,举杯妖明月,对影成三人,享受一下孤独,也是很好的,这次的影片录制,我不知道大家听出来没有,这声音啊,跟以前不太一样, 不太一样了吧,以前呢,我是用这个,大家看这个,这是我以前使用的麦克风,使用了很久了啊,这条线呢,六米长,六米,这太夸张了,这个就把这头插在手机上,然后那边夹在领子上,就说话,这个叮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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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麦克风,鸟拳换炮了吧,这是一个经销商,他给我的,大家这个叫什么,叫业配,叫带货,或者做广告什么的,我这都不是啊,我这,我这是第一次有人找我,让我说,哎,你看看我这产品怎么样,甚至于怎么说呢,连测评可能都算不上吧, 人家跟我说的意思,就是说,李船长你先用着,哎,我希望你呢,能够,哎,喜欢这个东西,你如果真正喜欢这个东西呢,咱们再往下谈,就这么着,我说其他的呢,我说我事先用着,他其他的你在镜头里边啊,你只要出现这个产品就可以了,那么刚才不是出现了,对吧,就好了,这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,也没人找我啊,这个不过也能理解,仔细想想哈,也能理解,厂家你说找我给他戴什么,戴口红, 化妆品不可能呢,戴什么呢,你说,让我给他卖条船去,更不可能了,哦,对了,就差点忘了,还有这个,大家看这个,这是一个补光灯,电池的,可充电的,卡片式的,它后边是磁铁,大家看这个磁铁,可以洗在墙壁上啊,或者怎样的,也可以摆在那边,反正就是这个,人家厂家让我在镜头中出现,那这个补光灯, 五光灯呢,等到洛杉矶啊,咱们有机会做直播的时候呢,再把它开启,然后咱们看看效果怎么样,好吧,还有这个,刚才这个麦克风,大家呢,帮我听一听,这个是不是跟以前不一样,对吧,是不是比以前进步了,好吧,谢谢几位,帮个忙,咱拿人东西,咱就得给人家办事,是吧, 其实啊,咱说句实话啊,我还真是不图这些,咱说有了好的质量的这个产品,我肯定也会给大家推荐的,是不是,那没有,没有,也就没有了吧, 我做自媒体的初衷啊,还有让我坚持下去的动力呢,就一个,科普航海的同时啊,让越来越多的人了解船员,走进他们的内心,从而尊重船员这个职业, 对,那刚才跟大家提到了,这次到洛杉矶呢,如果是抛锚等候呢,咱们就找时间,找机会,咱们做直播,我现在得到的消息呢,是洛杉矶那边啊,依然在打赌船,好像貌似比原来赌的还严重,这个月的统计数据到现在为止是,平均等候8.2天才能进港,我还听说有的船在那边,就是连毛位啊,都没有了,只能找地方飘, 有了毛位呢,再去抛,那我们这次预计呢,是在10月3号或者是4号抵达,就当地时间啊,那至于我们抛几天毛,等候多久呢,我们就拭目以待吧,那好,我们这期呢,就聊到这里,感谢您的观看和订阅,我们下期再见。 明镜需要您的观看